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方面的失常都叫做病 那就是说生理的失常就是病理 其实就是病 有病理了才可以出现病 阳哥在说内经的把什么叫做病啊 其实他把气血阴阳失调就叫做病 更简单的说就是阴阳失调就叫病 这是关于疾病的概念问题 最概括的说法就是阴阳失调就叫做病 最经典 最概括 而且应该说是从中医理论 从中国传统的角度考虑 那是最准确的概括 其他的概括都没有这个更概括更准确 心理和生理 本教材上说的生理和心理 这无非是说疾病它包括生理方面的和心理方面的 不管生理方面的心理方面的 它总是阴阳失调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说阴阳失调了就不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或者说不是正常的生理状态了 那就叫病 当然教材说法也不错 是指人体在生理和心理 应该说在生理或心理 也就是神与行 神祸行 失调 内经说病 有的时候是说病 有的时候是记 有的时候说是后 而称正字的时候比较少 内经在正字的时候比较少 只有一个在素问治真药大论上 有一个正字 出现正有中外 有内有外 正有内正有外正 正有中外 在有病事旁里的家这个正字 所谓正字晚处 不见于经 在内经里头没有这个正 没有这个字 所以我们现在中一写辩证论志 辩证论志 都不写这个正 而写这个正 这个正只写正状的时候 写这个正 写正后的时候 就写这个正 写辩证的时候 还是写的这个正 正的正也 就证据 写这个是作为症状的时候 写上这个正 这好像是在中医学界 比较约定俗成了 已经成了 又讲正与后同意 正与后在中医学里头 有的时候是相同的 所以后人就把正后合称了 合称为正后 当然后字本身 具有时间性在内 后字这个字本身就具有时间性 时候什么时候了 是吧 鸟类有后鸟 冬天往南方飞 夏天往北方飞 那叫后 有时间的概念 这个后啊 是多长时间叫做一后呢 在内经里头 在这个六解藏相论里头 说了 叫五日为之后 五天就叫做一后 三后为之气 三一五一十五天 就是一个节气 六气为之时 四时为之岁 十就是就是季节 四时就四季 就是一年 岁就是一年 所以后 五日为之后 内经里定成五日为之后 后来在温定学派里头 他们把 常常把七天叫做一后 那好像又和西洋的文化传入 是不是有关系 七日为七日成后 那是后世 温定学派有这样一个观点 但是在内经里定的后 那不是医学的问题 是整个中国文化就这么称呼的 一个后就指五天 所以我们中医所说的症候 症候 它应该包含有时间的概念 是动态的观察疾病的那么一个结果 时间就是个动态的 不是个定死的 是在什么疾病发展到什么什么阶段 什么什么时候 那么疾病的本质 内经有关病症的内容极为丰富 所载病症多达350余种 涵盖了临床各科 对许多疾病还批专篇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 内经中多采用脏腑分症 经肋分症和病因分症 的方法 对症候予以分类 成为辩证体系的雏形 就在内经里头 虽然没有辩证这个词 但是有辩证体系的雏形存在 我们教台这个第五章 病症这一章 选了内经中八篇专门论述疾病的原文 涉及到外感类 外感热病类的疾病 外感风邪所致的疾病 咳嗽类 疼痛类 避病 避症类 伪症类 以及水肿 腐胀 增加类 等 涉及到七十余个病 选了八篇文章 涉及到七十余个病症 这些病名 除了反映内经关于疾病的命名归类 命名归类问题 我们在前面讲到因处定名的问题时候 曾经概括的说过一下 命名归类 疾病的命名归类 疾病的分类和诸病的临床表现之外 还涉及到疾病的演变 也是涉及到一些传遍外皮 因为内经的文章 他不是说这篇咱们讲病症啊 不传别的 不讲病因 不可能 不讲治法 也常常讲了病还讲治法 他是一篇一篇的都是相对独立的 所以这里也涉及到疾病的演变 甚至是传遍 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以及对疾病的预后治疗护理 虽然是讲的病症啊 但是他往往的说一个病 他是以什么什么为主 接着就谈了其他的 比如谈了治疗 虽然不是主要的 但是他涉及到治疗了 所以呢 以记对疾病的预后治疗护理 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这一章啊 就选了这八篇文章 第一节选择素问的热论 因为这一篇是专门讨论热病的问题 所以就叫热论 篇名没有更多的研究的 但是话说回来 在内经里头研究热病的文章可是相当的不少 特别是外感热病 有的叫寒热病 有的叫热病 有的叫平热病 等等很多关于外感热病的文章 也就反映到内经时代 对外感热病啊 是非常重视的 人们得的外感热病是相当多的 在发病上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从内经的162篇文章里头我们看了 若干天 还有水热血论 等等涉及到热论的那个有关热病的 这个记载 当然从现代医学 从西医学 对发热这个问题 同样是很重视的 所以也作为专题讨论 就是现在的内科学 他也专门讨论热的发热问题 现在的病理学也专门设论 设有这个发热修课 他就作为一个专题讨论 我们看第一段 171页热论的第一段 是外感热病皆属于伤寒 外感热病皆属于伤寒 也就是说伤寒的概念比较大 他含在了热病在里面 笼统的来说所有外感病 他都叫伤寒 那包括热病 我先读一遍 皇帝问曰 今夫热病皆伤寒之类也 或遇或死 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 其遇皆以十以上者何也 不知妻姐愿闻其故 其伯对于巨阳者诸阳之属也 其脉连于丰府 故为诸阳主气也 人之伤于寒也 则为热病热 热随肾不死 其良感于寒而病者 必不免于死 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你看这一句话 不就说了 笼统说外感病都叫伤寒 现在内经时代所说的今天 说的热病 那属于伤寒之类 伤寒一类的病 关于伤寒一类的病的问题 教材注释提到了 顾十一 这个伤寒是外感热病的总称 将来我们再谈到这一段的具体讨论的时候 引了难经的58难的话 在理论阐释的正文第四行 在172页 那不是提到吗 172页理论阐释的第四行 中间偏后一点 难经58难曰 伤寒有五 有中风 有伤寒 有湿温 有热病 有瘟病 那不都属于伤寒之类吗 这五个都属于伤寒之类 所以这个本篇所说的 今复热病 且伤寒之类也 那么就当然是热病 属于伤寒 笼统来说 伤寒是 所有的外感病 都叫伤寒 连伤鼠都属于伤寒 它寒 是泛指外邪而言 所以今复热病者 皆伤寒之类也 或遇或死 但是呢 外感热病啊 有的痊愈 也有的会死亡 其死皆在六七日之间 六七日之间呢 就可以死亡 但是七日皆以十日以上者 何也 要痊愈啊 可就六七天痊愈不了 要十日以上 才能痊愈 内经时代的 见解嘛 不知其解 愿闻其故 说为什么呀 但是这个第一段 并没全面回答了 这个问题 只是原则的 说了一下 说巨阳者 朱阳之属也 巨阳就是太阳 具体来说 是指足太阳 旁光镜 朱阳之属 也就是说 他全身的阳气 都可以说 属于太阳 读太阳经 太阳 主一身之表 所以叫太 所以叫做巨 太也是大 巨也是大 就说明 太阳 足太阳 胖光镜的经脉 它的经气 很巨大 它的阳气 非常重要 全身的阳气 特别是表扬 一身之表 那么都和 足太阳 胖光镜有关 因此又说 足太阳 主一身之表 足太阳的经脉 它联络着都脉 都脉 叫总督 一身之阳嘛 都脉就总督一身之阳 足太阳经 就联于都脉 而主一身之表阳 所以是巨阳者 猪阳之属 属就联系 联属 同主一身之表 同主一身之表阳 这是巨阳的 太阳的功能 其脉连于封腑 封腑 就是都脉的穴位 在法际上一寸半 向后正中央 法际上 碗碗中 窝里头 那就是封腑穴 属于都脉 因为是这样 因为都脉是总督一身之阳 太阳主统一身之表 太阳经又连于都脉 所以说 为猪阳主气 谁为猪阳主气 太阳 为猪阳主气 也就主持一身之阳气 猪阳是各个阳经嘛 各个阳经之气 都由足太阳 膀胱经主 所以主一身之阳气 你看 他主一身之阳气 可没说离开都脉啊 他得连于丰府 连于都脉 才有这个巨大的作用啊 人之伤于寒也 作为热病 人之伤于寒 是从外受的吗 所以他必须是要 首先影响到 足太阳旁光经 人之伤于寒也 作为热病 伤于寒 伤于外邪 往往成为热病 因为太阳 是主一身之阳嘛 邪气侵犯了 他也成为热病 哪怕是寒邪才成为热病 也要发热 热随身不死 但是热病 如果发热很盛的话 一般的说 育后良好 为什么呢 发热甚至说明 阳气未绝嘛 阳气没有断绝 阳气没有豪静 所以才发热 因此对于伤寒病 后世有人总结说 有一分阳气 就有一分生机 有一分阳气 就说还有一分热嘛 都凉了 这个伤寒病好不了 他和后世 发展起来的温病 学说不一样 温病 要保存一分精液 才有一分生机 这个伤寒 是有一分阳气 才有一分生机 热随肾 热很盛 说明阳气未绝 并不虚 所以热随肾 不死 其良感于寒 则必不免于死 良感于寒呢 这个后边要讲到了 是指表里两斤 同时受病 太阳与少阳相表里 表里两斤 杨明与太阳相表里 良明两斤 少阳与绝阴相表里 表里两斤 同时受病的时候 必不免于死 这是由于啊 邪气过剩 更主要的是 与人体阳气大剧 才至于表里两斤 同时受病 张中景的 《伤寒论》上 《金贵要略》上 那么提到的 这个 执重 邪气不又执重三阴吗 那除了从表 直接就到里头了 那个病也是 危重的病 同样是由于 人体的阳气大虚 正气大衰 所以才 从表 直接就到三阴 那也是难治的病 那么这里头 所提到的 表里两斤 道理是相同 也就是说 人体正气很虚了 所以寒邪 从表 一下就入离 表里两斤 同时受病 你看 邪气很盛 正气大虚 所以说 必不免于死 难治 内经所说 死症 是说病很难治 倒不见得 说是一定活不了 说他难治 那是说难治 是不错的 邪气很盛吗 正气大虚吗 当然是难治了 也可能是死 真的就是死 治不了 就死亡了 所以这一段呢 是讲了这样的热病 总的来说 是说的热病 属于伤寒的问题 很有名的话 金服热病者 皆伤寒之类的 道理呢 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话不多了 道理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教材上 理论阐释当中 又把金服热病者 皆伤寒 这就出个辙字 对 原文上 本来是应该有个辙字 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教材的 171页 这个原文呢 皇帝问曰 金服热病者 皆伤寒之类也 教材上丢了一个褶子 那么理论阐释当中呢 关于伤寒问题 也就是说 狭义伤寒和广义伤寒 广义伤寒 就包括热病 温病 风温 湿温 这都叫广义伤寒 说有中风 有伤寒 有湿温 有热病 有温病 这是广义伤寒 那个狭义伤寒呢 那不是里头讲吗 伤寒有五 有中风 有伤寒 那个伤寒 就是说狭义伤寒 那真是寒邪 真是寒邪 伤寒论所说的麻黄汤政 伤寒 广义的伤寒 那么连湿温 再热病 再温病 都属于广义伤寒 这是关于伤寒的问题 分狭义 广义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由于外感 邪气引起的 都有发热的症状 也就是后来所说 叫热病 第一个理论阐释 第二个是关于 热病的育后问题 育后问题 热随肾不死 其两个余含着 必不免于死 这个理 这个道理 刚才我已经谈到了 热随肾说明 阳气味觉啊 所以尽管发热很高 育后良好 而良感于寒 必不免于死的 那是阳气大衰 邪气太盛 因此表里两经 同时受病 治疗起来就是比较难了 这是关于育后的问题 而且我们这个 在教材里头也谈到了 所以热随肾不死 那是寒血导致的 发热 胃气不得散月 育而发热 所以像那个 生气通天里说的 体弱繁碳 汗出而散呢 出出汗 把寒血气发散出去了 就不烧了 病就好了 这是这个第一段 第二段 第二段是讲 六经热病的症状 治法 与饮食护理 读一遍 帝约 愿闻其壮 其拨约 伤寒一日 巨阳受之 故头像痛 腰挤强 肚腰挤僵 也应该 也对 二日 阳明受之 阳明主肉 其脉夹鼻乐于目 故身热 目痛 而鼻干 不得卧眼 三日 邵阳受之 邵阳主胆 其脉寻邪乐于耳 故胸邪痛 而耳聋 三阳经乐 接受其病 而未入于藏者 故可汗而已 四日 太阴受之 太阴脉 部位中 乐于意 故腐满 而易干 五日 邵阴受之 邵阴脉 灌肾 乐于肺 细舌本 故口罩舌干 而渴 六日 绝阴受之 绝阴脉 寻阴气 而乐于肝 故繁满 而囊缩 三阴三阳 五脏六腑 接受病 阴味 不行 五脏 不通 即死意 其不良 其不良感于寒者 七日 巨阳病衰 头痛少欲 八日 阳明病衰 身热少欲 九日 邵阳病衰 耳聋微闻 十日 太阴病衰 辅简如故 则思隐时 十一日 邵阴病衰 可止不满 舌甘乙而替 十二日 绝阴病衰 囊总 邵府 微下 大气 接去 病日 乙 帝月 置之内核 齐伯月 置之各同其藏脉 病日 衰乙 其未满三日者 可汗而已 其满三日者 可泻而已 帝月 热病已欲 时有所疑者 何也 齐伯月 诸疑者 热肾而强肆之 固有所疑也 若此者 病皆已衰 而热有所藏 因其骨气相薄 两热相合 固有所疑也 帝月善 至疑奈何 齐伯月 事其虚实 调其逆从 可使必疑 帝月 热病当何禁之 齐伯月 热病少欲 食肉则负 多食则疑 此其禁言 这一段呢 就是讲了六经热病 正购 以及治疗的法则 同时呢 又提到了这个饮食护理的问题 不能抢给他多吃 发热的时候 一般说不要给他吃肉 难于消化 那不就谈到的饮食护理吗 其六经的病呢 伤寒一日巨阳受制 感受寒邪 感受外邪 一日是疾病的第一个阶段 不是指那二十四小时那一天 作为次第研究 只是说个次序 只是讲的是次第问题 第一个阶段 或者说 疾病的第一个阶段 叫巨阳受制 巨阳受制 这第一个阶段 主要症状是什么呢 是头向痛腰脊僵 或者腰脊强 反正是僵硬 其实 这个六经病的症状 主要是根据经脉所过 以及各个经的基本阴阳性质 所出现的症状 头向痛 足太阳膀胱经走于头向啊 从目内姿开始就上升于头 从头然后的从于象 行于背 然后行于足 下肢到足 所以呢 太阳经受邪的时候 经脉直气不通畅 因此就头痛 向痛 腰背也僵硬 这都是经脉所过 可以知道 肯定还有发热 只是没说发热 就说出几个主要症状而已 也很可能有误寒 但是也没说 就是强调了一个 这个太阳阶段的病症的特点 特点的症状是 头向痛 腰脊腔 所以我说肯定是有发热 肯定 也可以肯定 一般的说 还有一些乌寒 要真的是寒邪的话 就肯定乌寒 即使是风热 也难免有一个微的误寒 轻微的误寒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是阳明受制 所以这一日二日 刚才我说的是 言次第而已啊 并非 机械的就是一天两天吧 第二个阶段 就阳明受制 阳明煮肉 阳明煮鸡肉 而七脉呢 夹鼻乐于木 阳明经夹鼻乐于木 所以就深热 前面那个头向痛腰脊腔 有发热 而这个叫深热 是肉热 热是要比 太阳的时候还深 还高 发热程度还要高 阳明是主肉啊 太阳是主表啊 热是不就深了吗 同时 由于经脉所过的关系 所以有木痛而鼻干 不得卧眼 阳明有邪气 就睡不好觉 胃不合卧不安 我们讲过多遍了 这个理论 讲营卫生会篇的时候 也讲了 营气运行 他得通过阳明经 才能入于 从阳入 经过桥迈 才能入于阴的 所以阳明经组治 阳明英邪气盛 他不得我 睡不着觉 三日 邵阳受之 邵阳煮胆 教材有注释 根据阳明煮肉来说 邵阳不是煮胆 邵阳应做煮骨 这个教材注释说 甲乙经太速 君做骨 灵书经脉也说 胆足少阳之脉 是足骨所生病者 因为阳明煮肉吗 他没说阳明煮胃 要说阳明煮胃 下边就阳明少阳煮胆 这从 是从这个蚊子 这个体力来说就合了 因为上面 讲的煮肉 这里是从蚊子体力上来说 应该考虑 按甲乙和太速 做诸骨 齐脉 寻邪乐悦耳 这是经脉所过 所以 邵阳病的时候 就有胸邪痛 而耳聋 三阳经乐 接受病啊 到第三个阶段 不是太阳 阳明少阳都受病了吗 而未入于脏者 这三阳虽然都受病 但是并没入于理 并没入于阴 叫未受于脏者 不可汗而已 所以可以用发散的方法 使邪气 从表处 因为邪气尚未深入 尚在阳经 在表 所以可以散 从这个治疗的 这个这个 阴势力导的思路 邪气在阳 邪气在表 可以用汗法 四日 第四个阶段 太阴受治 那么邪气就传入到太阴了 太阴经脉 太阴脉 部位中乐于义 义就焉了乐于焉 太阴脉所过 而且太阴呢 是 读辅啊 读太阴脾经啊 脾主大辅啊 所以受邪气之后 可以有浮满 由于经脉所够 所以可以出现有烟肝 这第四阶段 属于先到太阴 然后呢 第五阶段 五日 邪音受治 这就到邪音了 邪音 脉 灌肾 乐于肺 细舌本 故口罩 舌肝 而渴 啊 哨音 属于肾经啊 肾经受热 血 阴经不足 因此可以出现口渴 口罩 舌肝的问题 舌肝 又是由于 经脉细于舌 六日 绝阴受治 那是 六经病的最后一个阶段 绝阴受治 绝阴脉 寻阴气 而乐于肝 故 繁满 而 囊缩 寻阴气 嘛 所以阴囊 收缩 而出现繁满 看来也是胸邪满闷的意思 绝阴经脉和少阳经脉是相互联系的 肝经呢 也是不良邪 其实 所以也可以说胸邪满闷 男子是囊缩 有的住家说女子是乳头内缩 男子阴囊 阴囊内缩 三阴三阳 五脏六腑 接受病 如果是三阴三阳 没有治好 三阴经三阳经病都传遍了 也没有治好 导致了表里都受伤了 五脏六腑都受病了 以至于 迎位不能运行 五脏之气也不能通畅 五脏之气机不畅 这死亦也可以引起死亡 虽然说六经之病可以不死 一般的话不至于死亡 但是如果治疗不当 或者失 或者物质 或者失质 没有质 治错了 或者正气在衰 当然如果正气充足的话 也有的不治 也不见得都死 因为他这个病不是十分的严重 但是如果正气大 所以治疗失脏 或者物质 或者失质 那么都有可能使得五脏受病 营位不通 脏气气急稳了 也可以引起死亡 这是热病 这个热病的传变呢 是太阳 阳明 少阳 一阳 二阳 三阳的顺序 道理呢 是太阴 少阴 绝阴 是三阴 二阴 一阴的顺序 读太阴者 三阴也吗 我们在讲太阴阳明论的时候 不涉及到这个问题吗 他是一二三 三二一 从阳是一二三 到阴是三二一 这样的顺序 传变 其不良感于寒者 七日聚阳病栓 如果上面说这个顺序 上面顺序 本来就说的不是良感于寒 上面是说的不是良感于寒的 一般的说呢 到第七天 巨阳病衰 太阳病 邪气就衰了 头痛少愈 那么病情就可以减轻 也可能病愈 但是说少愈 他并不彻底痊愈 八日阳明病衰 身热少愈 九日少阳病衰 耳聋微闻 十日太阴病衰 腹减如故 腹部带胀满了 就像正常 平时那样 所以腹减如故 这私饮食 那看来是前面讲太阴病的时候 他也不想饮食啊 脾胃毛病吧 当然不私饮食 所以说前面症状 没提 可以看到 太阴病的时候 也有不私饮食 十一日少阴病衰 可指不满 口可指的 还不满 但是这个 你看教材注释八 太阳 太阳已经伤寒力 没有不满二字 上文不言福满 此文必言 所以丹波冤简呢 认为这个福 不满二字 可能是 眼文 就多余出来 可以可供参考 还有舌干雨而涕 因为筋液已经可以恢复了 邪气基本去掉了吗 筋液可以恢复 所以舌干也去除了 涕可以打喷涕 阴阳合力满于心 出于鼻 为之涕 也就是在内经的解释 喷涕是怎么打成的 喷涕怎么产生的 说是阴阳合力 满于心 出于鼻 就打出喷涕来了 所以这也是阴阳合力 是一种好的现象吗 绍阴 11日绍阴病衰 才有这种好的现象 也就是说病啊 病了一段时间之后 哎 打喷涕了 这是阳气恢复的现象 是好现象 当然你说我刚一感冒 我就打喷涕 就是好现象 那是两回事 是说这病一段时间之后 哎 突然打喷嚏了 是阳气恢复了 阴阳合力了 12日绝阴病衰 囊总 少府 微笑 少府也不狙击了 在绝阴病的时候呢 虽然没有说少府狙击 看来应该有少府狙击 少府也是干净锁过 所以这会儿少府微笑 不再狙击了 大气接去 大气 大邪之气 邪气 大气接去 病日已 这个病啊 就一注见的就好了 那不是讲了吗 其余接在这个十以上吗 这不是到12日才说到 大气接去病日已 其余接在十以上 其死在六七日之间 上文讲的 五脏六腑都传遍了 那那个那个 呃 脏气不通畅了 则死了 所以其死 在六七日之间 七遇接在十以上 那皇帝说 上边这种情况 怎么治疗呢 上面那些情况 怎么治疗呢 其余回答说 各通其脏脉 因为三阳病也好 三阴病也好 都是属于十热症 在热论里头说的 都是属于十热症 和山寒论不同 山寒论 张忠景的山寒论 虽然是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 但是他所说的三阳病 是十热症 三阴病可多半是虚寒症 从病症上不一样 苏问热论所说的 三阳三阴都是十热 尽管有在表在理的区别 但他都是十热 这是要明确的 所以治之各通其脏脉 都要疏通 调治 那这虚症就谈不上是通了 这调治疏通 还是治疗实症的一个基本方法 所以要通其脏脉 疏通其各脏腑的经脉 疏通调畅脏腑经脉 病日衰移 那病就可以注件的衰去了 就可以好了 再有呢 总的原则是 其未满三日之后可汗而已 病还没有满三天 没有满三天的时候呢 病在三阳 太阳 少阳 阳明 在阳属表 所以可以用发汗的方法 治疗 在表吗 可以用汗法 其满三日之后已经满了三日了 那就到第四个天 到第四个阶段就入三阴了 三阴就是入礼了 是吧 表微阳 礼微阴嘛 所以治疗上就可泻而已 可以用泻热的方法治疗 在表可以汗 在里可以泻 教材特别注视说 这个泻可不是成绩汤那类的 宫下泻泻那个泻 而是泻热的方法 清热的方法 针刺也可以泻热 吃药也可以泻热 这个泻是指泻其热 要特别注意 这是说 在阳可以用汗法 宣散其邪 在里可以用泻法 清泻其热 下边又说 热病以欲 实有所益 所谓热病以欲 实有所益 有的时候啊 没有彻底痊愈 实有 就有时候吗 有所遗留 就是痊愈的 有的是彻底痊愈了 有的病人是看着是痊愈了 其实还有一些遗留症状 并没有真的彻底痊愈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不能彻底痊愈呢 而把热留下来 遗留下来呢 习博回答说 热诸遗者 热甚至强四肢 四 勉强给他吃 因为勉强给他 给这些病人吃东西 所以可以出现 有所疑 其实热有所疑 就遗留还有热 这病症老是不干净 若辞者像这样的病人 是怎么回事啊 都是 多是啊 大多是啊 病已衰 看着病比较轻了 逐渐衰退了 而热有所藏 已衰 并没有全衰 还有热 还有所藏 因其以骨气相泼 这个时候你强四肢 给他吃多了 骨气就热 骨气就能助长羊热之气 这个遗留之热 与骨气 水骨精微之气 相互搏 这个搏 也是这个搏 结合在一起 相搏 相搏斗 相结合 两热相合 所遗留之热 和这水骨精 水骨之气 所化之热 相互结合了 两热相合 故有所疑 因此 治疗 对于热病 发热的病人 要吃下好消化的 不要勉强多食 这是护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低约善 治疑呢 和怎么样治疗 这个疑 疑热不去呢 西伯说 士气 虚实 调气 逆从 那观察病人呢 虚实情况 要调气逆 这个逆从 又是偏于腐磁 是偏于逆 所以调气逆 使其从嘛 可使必疑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热移治好了 那千万不要再给强死 强 强着吃饮食了 这个是护理当中的一个问题 因为确实有一些人 说这个人有病了 热事刚退 说好点了 这回可想点饭吃了 赶紧吃好的 加营养 往往是起了一种坏作用 因为他机能还没有真的很好恢复 氧气没有真的很好恢复 你再给他加一些不好消化的 他就刻画不了 反而是和遗留之热相结合在一起 比如热病当何禁止啊 那么说是饮食不当了 可以导致了热移 那么在发热的时候 对热病的病人应当禁忌些什么呢 当然禁忌东西很多 这里只提出了饮食禁忌 说热病少育 在热病看来病情已经减轻的时候 食肉则负 给他肉吃 很难消化 肉更助长内热 又难消化 又助长肉 所以食肉则负 负发 反复发作 这个负 商汉论也有食负 商汉论也讲了 这病快好了 突然又复发了 有饮食不当导致了食负 当然劳累也可以劳负 热论本身的只提到了饮食 热病少于食肉则负 多食则负 不吃肉也 不吃肉也可以发 多吃了 吃多了 肉吃多了 固然是可以热移 即使水骨吃多了 也可以使热 使遗留 因为前面说了嘛 骨气与邪气 热血 相薄吗 两热相合吗 此期进言 所以热病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饮食 护理 当然 不要吃肉 不要多吃 并没说不许吃啊 如果热病拖的时间比较长了 正气很虚了 适当的用一些肉也不见得不可以 适当 适量 要注意好消化 所以这一段呢 是讲的六经热病的症状 传遍的次序 治疗的基本法则 它的症状主要是经脉所过 和相关脏腑的基本功能 你比如说脾经 那么它就有浮胀满 或者说饮食食欲不振 那就是功能问题 太阳病 头像痛 腰脊腔 腰脊腔 那就是经脉所过 经脉直气不通力的问题 经脉直气不利了 所以主要是经脉所过 和相关的 与这经脉相关的脏腑功能 施疗 治疗之法 也很概括 未满三日者病在阳 就可以用发汗的方法 已满三日者病入于阴 就可以用泻热的方法 特别注意 泻热不是攻泻大便 是指倾泻内热 用轻法 用针刺法 都可以泻其热 关于热疑 也就是说到热病的饮食护理 热病少欲 当然高热的时候 它也不能吃啊 所以人们也难说强词 热病少欲 有点食欲时候 也不要过多的吃饮食 更不要吃肉食 难于消化 助热 使得热是一流 甚至于复发 再开始热起来 不单是一流不去呀 轻微的热一流不去 而是可以再高热起来 所以这段呢 是很重要的理论呢 所以我们选在病症的时候 把它搁在第一篇 现在下课 跟 ti别人 gebe 因为这段呢 现在因为洗不去 一 supervisory 已经装在